OK兄弟们,今天这一期视频我将会给大家介绍如何在新赛季获得一个完美的开局 那么说到完美的开局,首先第一个我们应该先找一个完美的一个着陆点 我是非常推荐这个地方的呀,因为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宝库的 我们都知道这个新赛季宝库也是回归了 所以说我们最好找一个有宝库的地方,因为这个宝库里面是有很多丰富的资源 当然这个新赛季也是有很多宝库的地方,大家也可以去选择别的地方跳 但是我非常推荐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人烟稀少,然后跳的人也比较少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把游戏 这把游戏周围好像并没有什么人啊,可以的,好像就只有我们一个 我先下来去找一下装备 一把绿色AK 这个地方是有很多戴着蓝色头盔的佣兵啊 这个佣兵非常的重要,大家下来先不要杀他们 因为它是有很大的用处的 我们搜刮一下,然后之后就可以找这个宝库了 这个宝库是在这个下面啊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宝库 先来接一个悬赏 然后可以看到这个就是那个宝库 但是这个宝库它是需要两个人才能开起来的 所以说如果你像我一样是这个单排的话 可能不是那么方便 但是不要担心,好吧兄弟们 接下来我会给大家展示如何在单排去开启这个宝库 OK,首先我们要去寻找一下这个 刚才已经失散已久的这个佣兵 OK,迅速把它寄到,然后立马背着它跑 因为这个地方是有两个佣兵的 所以说我们要防止另外一个佣兵过来救他 所以说得快速跑 跑到这个宝库过来,直接把这个门打开 OK,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宝库扫描了两个人 直接把这个门就打开了 但是这个另外一个佣兵也过来了 我们在这等一下他 OK,然后顺利杀掉这个佣兵 然后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宝库大门已经敞开了 然后里面有三个宝箱 我们直接打开 看看能给我什么东西 卧槽,一个紫色的一个AK 可以的 还有G 然后还有非常多的护甲啊 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小甲跟这个大甲基本上都已经满了 所以说这个宝库还是非常肥的兄弟们 然后之后呢,我们可以坐这个马桶 这个马桶会把我们带到哪呢 直接来到这个山顶 这个山顶也是有很多宝箱的 我们来搜刮一下 可以看到 这个其实就非常的方便 我们直接开这个宝箱 然后直接传到这个山顶上 然后从这个山顶往下走 这边是有很多的裂缝啊 可以看到 这个前面有很多的裂缝啊 这个也是这个赛季非常方便的一点 我们直接可以坐这个裂缝走 OK,我们现在直接坐这个裂缝往前飞 它这个前面是有一个木材厂的 可以看到 前面这个城里面是有很多的木材的 所以说如果你们缺资源的话 是可以飞到这个地方去打一些材料的 但是这个前面好像有个人啊 我们现在直接飞过去把这个人杀掉 Let's go 我们顺利杀到这个兄弟 这个其实就非常方便我们去打架 也可以非常方便我们去跑毒啊 这个裂缝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然后之后呢 如果你缺材料的话 你可以在这边的这个木材厂去打很多的材料 可以看到这边是有非常多的地方适合打材料的 我们可以在这边把自己的材料布满 OK,差不多了兄弟们 我们现在有so many mats 有很多的材料 还有很多的这个补给品 然后还有一个不错的装备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来终结这把游戏 这边有个小兄弟 哇,这个赛季的布架跟冲锋枪真的非常的强啊 兄弟们 这个人还有一个紫色冲锋枪 nice 还有一个人 我散,旁边还有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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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穷追不舍 OK 这个人有个子弹 可以的 这个赛季说实话 这个步枪和冲锋枪非常的强 我看到很多人给我留言说这个赛季的喷子很拉垮 我想说确实确实不厉害 但是可能是他这个手感不是很好 但是他这个伤害还是有的 大家可能要熟悉一段时间 这个新的喷子 当然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可能是 这个新的赛季的这个步枪 跟这个冲锋枪实在是太强了 所以说我就感觉这个新赛季 你都不用带喷子了 带一把冲锋枪 然后带一个步枪 就非常的强 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新赛季的宝库 其实有很多的开法 你可以不用那个佣兵 其实也可以开的 你可以在旁边 假如说你找一只鸡 或者说你去找一个NPC 去把它雇佣了 然后你单排的时候 也是可以去开这个宝箱 所以说这个新赛季的宝库 其实也有很多的开法 这点还有人 这个小穹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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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g修复了 就可以在这个树方面打绑了 还有最后一个 出来吧兄弟 Let's go 好的兄弟们 以上就是我对这个新赛季的最佳开局的我的看法 那么有一个好的开局我们将非常轻松的去取得每场游戏的胜利 那么其实这个最佳开局其实有很多啊 大家如果有什么好的点子或者好的想法的话可以在评论区底下留言 好的我是杰妮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